可以 2 1 Go 10 30 40 60 70 80 90 100 这个和我印象中的 XCMNT 真的是有点不一样 sche料的神山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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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续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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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ster Martin 在汽车界里面绝对算是一个老牌子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 他是在1913年由Liner Martin 以及Robert Benford 一起创立 并在隔年更名成Ester Martin 这个名字 主要原因是因为Lino 在Ester Hill Climb 赛事当中赢得了不少奖项 所以就更成这个名字做一个纪念 那今天我要为大家试驾的是Ester Martin 这个英国品牌 最具代表性的DB 车系里面的DB 11 我们今天见到的这台试驾车是DB 11 里面的 V8 Version 算是一个入门车型啦 那大家从镜头上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招牌的 Lightning Silver 银色 DB 11 是Ester Martin 之前委任的这个新任总裁 Andy Palmer 上任之后呢 要为这个Ester Martin 重申 所推行的一个被称为 Second Century Plan 的计划下的首款产品 那主要是取代之前已经发行超过十多年的这个DB 9 啦 在DB CD 里面我们知道有DB 5 DB 6 DB 7 然后DB 9 没有DB 8 是因为他们不要让这个消费者 误以为DB 8 是有这个 V8 的引擎 所以就到了 DB 9 后就直接跳过这个 10 号直接到 DB 11 为什么呢 其实有一个传说啦 就是其实这个 DB 10 是在这个 James Bond 最新的电影 Spectre 里面出现过 然后这台车就被偷走了 也因此他们就直接跳过这个 10 来到这个 DB 11 那其实 DB 就是一个 GT 车型嘛 我们一讲到这个 Ester Martin 的 DB 呢 就会想到战士帮 James Bond 所以在这个 DB 11 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外形上呢 它是满满的这个绅士风整个就是看起来很斯文很优雅的一台跑车 这个 DB 11 算是一个新世代的 Ester Martin 在外形上它其实也是导入了许多创新的元素 包括整个这个前连造型呢 它的这个引擎盖充满了肌肉感 然后这个头灯组也是非常的锐利 而且是一个熏黑的 LED 的配置 加上下方的这个进气吧呢 其实也是很具有侵略性 整个看起来就是很运动化很前卫的感觉 当然不要忘记的就是中间的这个水箱护罩了 这个是 Ester Martin 的一个经典的设计 它的 Signature 来的 其实这个水箱护罩也是有一个小故事 那就是它的这个水箱护罩的设计呢 其实是启发之 Ester Hill Climb 也就是 Ester Hill 这一座小山而成的 那在车车造型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B 11 是非常的低矮 非常的流线型 其实这个 Ester Martin 的设计师 在设计这台车的时候也是有个坚持 那就是要有一个1比2的车身比例设计 什么是1比2呢 就是上方这个车窗是1 下方这个是2 也就是说1 然后1加1 打造一个非常流线 非常流畅 然后非常好看的一个车身比例 除此之外呢 这台 DB 11 也是导入了许多蛮前卫 而且时髦的一个设计元素 包括这个导风口的设计 它其实是真正的一个导风口 有这个导流的作用的 而且它在下方这边呢 还有很多这个 Fin Design 一片一片一片的 主要是提高这个散热的性能 那在轮胎部分呢 这个 DB 11 采用的是一个20 寸的锻造轮圈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鲜红色的刹车卡纤 其实这是一个选装来的 车主可以自由选择任何的颜色 轮胎方面它使用的是一个 Bridgestone Potenza 的轮胎 它的这个款式的名字也很特别 叫 S 007 而尺寸方面呢 因为这是一台后驱车 所以它的这个前面的轮胎尺寸为 255 40 而后方呢 则是 295 35 在这个后一纸版的这个设计 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 它整个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肥 然后非常的肌肉感 这个也让我想起了 Eston Martin 限量77 台的这个 177 乍看之下真的是有点像哦 那在上方这个锡柱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三角镜 其实有一个向内凹的设计 然后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真正的刀锋口 而且它不单只是一个简单的刀锋口哦 打开后车箱给大家看一下 它在这边其实有一个 funnel 大家从镜头上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 funnel 所以从那一边 导入的这个空气是直接这样子过来 我相信是要做一个导流 可能是要提升这个 downforce 的设计啦 关下尾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设计 这个其实是一个隐藏式的尾翼 那在不同的驾驶模式下呢 它会自动升起 像是在 GT 模式下呢 是 145 公里 那在 Sport 模式下呢 是 120 公里 在 GT 模式下呢 只要 80 公里 它就会自动升起 提供更多的下压力 而在车尾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 DB11 呢 是导入了最新的这个设计元素啦 首先这个尾灯组 C 字形 而且是非常的锐利 我就觉得非常的时髦 非常的漂亮 你要加它下面 我觉得这个不可以啦 那下方呢 它有一个很大型的这个扰流器设计 而且是一个钢琴黑的材质打造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一个 双边单出的排气围管设置 值得一提的是哦 这个排气围管呢 是一个雅黑色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 optional item 是让你要做一个加价的升级 才可以有这个颜色的 我一向来都很喜欢这个 Eston Martin 车款的这个内装设计 整个感觉就是很优雅 很奢华的这个气息啦 感觉上我就好像身处在一个 高级的这种名牌包包里面 因为整个座舱里面呢 就是大量的这个皮革包袱 还有这种质感非常好的这种 木纹四板呢 来做这些点缀啦 整个感觉就是很高级 就是说连这个折扬板呢 它都有这个针的缝线 然后皮革 镀铬四条这种 整个感觉就是很精致 非常的有这个case的感觉 那我们试驾的这台车呢 它采用了这个内装的设计 是一个black color黑色 搭配一根dark chocolate 这是官方的这个叫法啦 就是黑色和深棕色的一个双色设计 然后我们可以从镜头上看到啦 好像这个座椅呢 它的这个很漂亮很精致的这个缝线啊 还有这个在皮鞋上 一些高级皮鞋上 会看到的这个设计呢 这些都是另外去加价做的一个选配 就是optional的一个package啦 还有包括头枕上放这个赤袖啊 也是另外option的 你可以选择放这个exter martin logo 又或者是DB11的这个logo设计 整个感觉就真的是很优雅 这一点我真的是很喜欢 而在中控台部分呢 这一台DB11 依旧是延续了exter martin 以往的这个传统的设计风格啦 这个中控台我记得它有一个名称 叫做Waterfall 瀑布式的一个设计 整个就是很流畅的一个设计 然后中间这两个空调柱风口 也是一看就知道是exter martin 的这个手笔 但是呢 在中间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按键式的排档杆 排档杆不对 排档杆 这个就比较稍微有科技感一点啊 然后下方的这个 双去恒温空调系统啊 还有它的这个主机的这个按钮 全部都是触控式的 这一点呢就更加的有科技感了 那这个地方呢 可能大家就觉得很熟悉了 没有错它其实就是上一代的 这个Mercedes Command 的 主机的这个 touchpad 还有它的这个旋钮啦 大家如果有看那个James Solar C 的话呢 它Jain Ford 在C 里面就是一直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动动摄东西这样子 这个其实 它又是这个 Ester Martin 和Mercedes 合作的另外一个结晶品 除了引擎以外就是这个东西啊 但是它的这个主机的这个屏幕的界面设计啊 就是Ester Martin 自己的一个设计了 虽然说在操作上它 还是就是感觉上就是很Mercedes 感觉 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坏处 因为其实在操作上它其实是蛮好用的 不过咧 我觉得这整台车最酷的地方啦 还是这个东西 这个中央植物隔哦 你知道怎样优雅的打开植物隔吗 这样就叫优雅 然后打开了过后里面就可以射导弹啊 然后弹出这个座椅啊 把你的乘客丢掉之类的啦 那除了这个优雅的植物隔开关以外啦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蛮贴心的设计 就是它的这个电动座椅调整键是在这边的 这蛮特别的啦 就是当你的帮女郎不知道要怎样调整这座椅 或者你想要它躺下来的时候 你只需要这样子 这边操作就行了 同样的这两张座椅 除了可以调整这个座椅姿势以外呢 它也是有记忆功能有三个选项 那这台DB11 它是一辆GT嘛 所以它其实后座是有两个位置的 但是我个人看起来 我觉得这辆这个后座所谓的后座座椅呢 基本上是给你优雅的放你的包包啊 还是你的湿的物品之类的啦 要做人的话是可以 只是会稍微比较有压迫感一点 还有最后就是我个人很喜欢 我觉得Astomarty的车主们 你们如果要买Astomarty的话 你们一定要加价选配这个东西 这台试驾车它的这个车顶 除了有这种刺绣还有这种缝线以外 它还是一个正皮皮革 搭配这个Alcantara 材质的这个皮革 混搭而成的一个车顶 整个感觉就是高级了很多 那讲完了中控台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驾驶座啦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DB11 它的这个驾驶姿势 是非常的有一个战斗格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把它调到非常的DI 然后前方就是这个Astomarty 招牌的飞震源的这个方向盘 它的这个皮革质感很好 然后重点是它的这个飞震源的设计呢 让我能够完全看清前方的这个 全液晶的仪表盘 而且这个仪表盘呢 它的这个资讯显示也是蛮丰富啦 中间是一个很热血的转速表搭配时速 旁边呢就可以显示各种的这个行车资讯 但我最喜欢的是它这个方向盘上 它有直接安置了两个这个 分别是驾驶模式 以及是悬吊的这个设定的按键 而且它的这个位置非常好 你就是直接用拇指直接在上面进行操作 我觉得在操作上的这个直觉性啊 是更加的好的 啊 对哦 还有一点 那就是这个 Room Light 啊 它也是非常的fancy 你懂怎样打开吗 直接烧一下 用这个触控的 直接烧一下它就开 再烧一下它就管了 又是一个很优雅的东西 按下中控台右侧的这个按键呢 这个引擎盖就会弹上来 然后这样子打开 这个是一个经典跑车的设计啊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我就觉得很特别 那这一台V8 车型啊 它搭载的是 4.0L 的V8 双污轮押引擎 没有错 这具引擎呢 又是这个 Esta Martin 将5% 转让给 AMG 过后的一个捷径品 它就是 AMG 代号 AM177 的那一具 4.0 V8 了 这具引擎在Esta Martin 身上呢 可以产生 503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能力高达 675Nm 并搭配来自 ZF 的 8 速自排变速箱 并以后驱的形式呈现 0-100L 加速只需要 4 秒 虽然说是这个 AMG 的引擎 但是这具引擎和它的排气系统 其实Esta Martin 都有自行调教过 也因此呢 在特性还有在性格上 它其实是有Esta Martin 自己独特的味道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台 V8 车型相比起 V12 它的重量 是少了 115 公斤 但它在车头方面就轻了不少 这也让这一台车型 它的这个车身的配重比例 前后比例达到了完美的 49 比 51 现在我其实是用着这个 GT 的驾驶模式 包括它的这个 engine 它的所有这些调教 还有它的这个 suspension mode 我也是放在这个 GT 模式 也就是最舒服的所谓的 comfortable 在这个市区这样子开 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在所谓的过滤税这方面 它还是有做到 整个感觉就是稍微比较 GT 一点 但是如果 compare with 我之前开过的这个 BMW M850i 它就稍微会 弹跳感会稍微明显一点 这个座椅 这个 cushion 真的太舒服了 它的这个包覆性做得还蛮好的 而且整个那个皮革的质地很柔软 所以其实我这样子做着 我是蛮享受的啦 那这个 DB11 它是基于 X-Nomatic 最新的 这个模组化平台打造 这个平台呢 是全铝合金 然后是用一个粘壳的方式来制成的 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点焊的方式啦 其实这个是有点类似这个 Lotus 的这个车体架构 那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 X-Nomatic 目前的这个 Chief Addenia 是之前曾经在 Lotus 担任过技术总监 超过二十多年的 名字我忘记了啦 大家可以看字幕啦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粘壳方式呢 让这个车体更加的 这个刚性更加的好 更加的一体 我其实觉得这个 这个底盘非常的扎实 同时呢它又可以 带给你一个很精准 很灵活的一个动态表现 也因为这样子一个高刚性的车体呢 让这个 X-Nomatic 的工程师 能够将这个 DB Level 的悬吊 设置到很软 在这方面我觉得它的这个体态是更加的灵活啦 加上它有这个电子旋吊 你可以有三段的调整嘛 在 GT 模式之下 它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很 Cruiser 的感觉 其实它的这个导航系统蛮不错的啦 虽然是 讲实讲是这个 Mercedes 上一代的这个 Command 可是它的这个画面上是 呈现到蛮清楚 明了的 我觉得这是一辆 很适合开长途的一辆跑车 真的是 就是所谓的 GT 啦 那好像我现在用着这个 GT Mode 的 其实真的是很舒服 包括这种波浪式的路啊 它都是这样子 有在西阵 我决定调到我最喜欢的这个 Sport 模式 包括避震也是 选择到 Sport 模式 OK 就是它不会太硬 它又不会太过软 普通这样子开的话呢 我觉得 Sport 是最适合我们这样子一个日常的一个路况 它能够给你 带给你一定的这个兴奋 一定的这个热血热情 那同时它又能够维持到这个舒适度 虽然说它是一辆后驱车 可是我其实觉得开起来 它整个车子是很摇低的 然后重心很低的感觉 这个感觉反而有点介于这个 OVD 和这个后驱车的感觉 所以很温馨的一辆后驱车 皮股痒得我 我决定还是要set去这个 Sport Plus 比较好 哇 Sport Plus 一过这个洞 瞬间路感明显很多 在 Sport Plus 模式现在呢 我就稍微感觉到它的这个车尾 是有一点比较 稍微比较顽皮一点 但是如果是和一些好像 AMG 啊 或者是上次我开的这个 M850 它还是比较温馨的 就是那种很斯文的 哇它的这个 我一踩稍微踩刹车 它的这个降挡的反应 真的是很积极啊 连推两挡耶 然后还有那个回火声 这个就真的是比较 这个就真的是比较 比较不 estimate 的一点 它在这个降挡的同时 还有一点做那个 Engine Brake 的感觉 就是我其实有感觉到 那个车有在抽一下抽一下 所以如果你下车的话 选择这个 S Plus 就对了 简单的加速测试 10 6 7 8 9 100 其实这个 ZF 的巴数字牌哦 跟这个 跟这一具 M177 搭配到还蛮不错的 这个原厂调教到相当的好啊 我觉得它的这个 换挡的这个逻辑方面 还有它的这个反应方面啊 是能够配合到我 就是我想要它退挡 它就马上退挡那一种 除了在起步那一方面 如果你踩大油的时候 它可能会稍微 Lag 了一下 然后过后才来 而且我现在在手排模式 我使用这个 Paddle Shift 它完全是不会进挡的 真的是要我自己进挡 我觉得这辆车的这个 动力系统 它的一个驾驶模式 在这三种 就是所谓的这个 GT Sport 还有 Sport Plus 这三个它的这个特性 它的这个个性喔 其实相差蛮大的 包括我在 Sport 和 Sport Plus 之间 切换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明显感受到 它的这个底盘特性 整个是有差异的 好像我现在开着 Sport Plus 我在这个高速公路这样 这样子跑的时候 其实相比起刚才我说的这个贴地 我现在觉得它有一点顽皮 整个就是比较活泼 比较稍微比较狂野的一点 蛮好玩喔 这样子就是讲这辆车 其实它在这一个 个性方面它是比较全面化的 它就是一辆你可以 你想要热血 你想要稍微比较狂暴一点的时候 它可以给到你 但如果你平时想要开去 可能你开去打高速修 或者是开去快diving的时候 这台车它也是很 很适合去这些场合 你要它做一台很温柔的绅士 它可以搬到你 只需要切换到这个具体模式 那你要稍微 跑快一点的时候 Sport Mode就可以了 那你要狂野一点 你要看腻一点的时候 Sport Plus 就可以了 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 Eston Martin这个开门的方式 这个开门的角度是向上15度的 它其实有个名字叫做 Sondo 鹅翼门 它是有点像天鹅张开 这个双翼的一个角度啦 那其实这个呢 也和Eston Martin的logo 是一样的一个方式 这样的设计 除了优雅以外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 当你开启这个门的时候 旁边这个地方呢 不会随便刮到旁边的路途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车门把手 这个君子握手 简直就是优雅 Eston Martin DB11 V8 目前在我国售价是 77万8千令吉 当然这个价格是还没有 包括税务以及选配的 那这台车的对手有谁呢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这个Benzel Continental GT 然后还有可能 Maclaren GT Mercedes AMG 这个GT系列 或者是这个 BMW M850i 那相比之下 这台DB11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 Eston Martin的车 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定位啦 感觉上会选这台车的车主啊 就是懂得品酒 懂得如何将西装穿得好看 穿得帅气 有品味的 Gentlemen 它并没有像对手那一般的那种 狂妄的气势啦 反正它是一种独特的内敛美 而这也让这个Eston Martin的车 显得更加的独特 就不知道大家对这台DB11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个特别的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如果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如果想要看什么超跑的试驾 什么高级的这个品牌的试驾的话 也记得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会尽力安排给大家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